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咱们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在这段时间是被网络和媒体吵得沸沸扬扬 他就是周海斌 作为国家队队长 鲁能的核心 周海斌与灵转会的这么一个方式 加盟了核甲的爱因核门俱乐部 其实说到这个出国祈求 周海斌肯定不是第一个 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但是这一次 周海斌确实以一种近乎私奔的方式 和这个老东家鲁能俱乐部就奔倒扬镳了 并且周海斌同时又是以一种自由转会的概念 那么似乎是对中国的旧有的转会体制发出了一种挑战 并且周海斌将旧的体制和国际惯例之间的格格不入 就公然的曝光在了公众面前 所以说周海斌所做了一次 堪称是李承飞式的尝试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 就在这里 周海斌在上海召开了这个记者招待会 所以呢 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也就是因为与此 欢迎周海斌转会安英货文俱乐部 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您登陆快兵的BBS论坛 或者直接给我们的栏目发送短信息 长所预言 提提安英货文 大家其实都很熟悉 因为当年孙祥在那里踢过球 而这一次的主人公换成了周海斌 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因为孙祥和周海斌同用一个经纪人 而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不是放在了山东 而是选择了上海 也是由他们的经纪人一手策划的 这其中有很多东西 确实是值得完美的 接下来 我们就去听一听当事人周海斌是怎么说的 当时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确定 或者怎么想要去出国流洋呢 对于我来说 做一个职业型人来说 比如说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其实很多年前 我的理想就是为国效力 好好的为中国做出做一份贡献 然后呢 踢了这么多年职业联赛了 而且自己也在中国也有一定的能力吧 所以呢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想看得更多 比如说对中国都会做更大的贡献 其实我们也知道 出国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 毕竟一个新的环境 那个新的球队 对不对 也许租租的理念也不一样 那你在内心里面是不是做好了去荷兰 真正能够打拼一番天地的准备吗 嗯 是的 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吧 抉择也好 选择也好 选择也好 就是近半个月来吧 我也是一直就是说围绕这些事情在研究 跟家里人 跟亲戚 跟朋友 所有人在上等这个事情 毕竟最后这个这样的选择 可能会对俱乐部造成就是说一定的损失吧 但是作为职业情况来说 我想所有人都会理解我 那么对于能俱乐部来讲 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也会有些损失 但是毕竟你是一个核心球队 那么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的态度 你对俱乐部 对于你自己的旧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很感谢他们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一出来 然后俱乐部上下的反应很大 因为毕竟很仓促 毕竟是很快的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说俱乐部在这方面一直是支持太多 因为他们培养我这么多年 他们很希望我好 他们也希望我出国能为动物童效益分离 这也是能培养出培养出我的球员 所以他们一直是支持太多 只是他们可能在就是说对于我这个转会的这个做法上 他们可能会毕竟会肯定会有些意见 而且因为中国有中国足球的规定 所以他们也是在 武能也是在按照他们的规章制度来在办事 但是他们内心还是就是说一直是支持的 那现在跟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这件事最终还是有没有达成一个比较默契的事情 正在一直在商谈 因为所有事情都没有最终调定的时候 所以不方便说透露 但是我们就是说他俱乐部对我走这个 而且我为俱乐部能做的一些东西 俱乐部的态度是很高兴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我 确实是内部能想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的商谈今天还是很可惜的 我只能说祝福我的老东家 山东龙族俱乐部 因为我们因为山东龙族俱乐部的人才积极 而且土地力量也是非常足的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在奥运会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们子民郭奥全不在的时候 土地依然打出了五连胜的好成绩 所以我觉得俱乐部在这方面困难是一定有的 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到最好的方式去解决 但是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 我们也从报纸都看到了一件事那的 大家总在议论 我觉得你作为当事人来讲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觉得希望你能够到埃英国温一路走好 能够越踢越好 最终还是卫国小领 首先谢谢全国的所有的球迷 还有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人 然后这次能远走他乡到荷兰去闯一片自己的天地 我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为中国足球 就是说中国足球的未来 未来也好或者说是中国足球做一定的贡献 在这里给大家盖一个蓝颜 谢谢海滨 希望下次你回国的时候还有机会 能让我们去 好吧 走出发布会的场地 我想我现在和海滨一样都是疏离口气 毕竟这个周海滨转回埃英霍温 在中国的国内足坛掀起了一股轩然的巨浪 其实今天的访谈过程中 我们没有问周海滨很多尖锐的 或者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问题 原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周海滨始终是一种非常温和和低调的雨菜 我们也知道 对于周海滨来讲 他个人非常的烦恼 但是我想呢 我们也希望周海滨能够这次转位成功 毕竟对于一个球员来说 他能够从中遇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周海滨这个世界 可以促成中国足球尽快的有一天 能够和国际接轨 好了 今天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那么同样呢 还是欢迎大家登陆我们快评的BBS问谈 或者您呢 给我们节目发送短信息 您编辑922加留言内容 发送到1066919151 就可以让我知道您的观点了 好了 今天就说